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一週多情 我一點感謝雲嫂 就像親生母親一樣照顧自己 雲嫂此時內心一陣澎湃 跑進洗手間回憶其往事 原來 當年雲嫂生下龍鳳胎 醫生卻告知難以患有新天性氣喘 恐怕要花很多錢來照料 正好老闆大慶的太太也產下一名男嬰 雲嫂便趁著照顧嬰兒時 將自己的兒子換給潘家 並把大慶的親生兒子送往育幼院 晚上姐妹倆在房間 又欣聊到醫院換了新院長 財力雄厚就對員工很好 而且大慶也有入股 又欣一聽到財力雄厚 積極打聽背景 表示想換到又欣所在的醫院工作 又欣要又欣傳履歷給她 又欣覺得直接去拜託大慶即可 晚上來到大慶家 雲嫂請大慶幫忙安排又欣到醫院工作 大慶好奇詢問原因 又欣機靈地表示可以幫大慶審視醫院的狀況 威廉幫襄 大慶也爽快答應 隔天大慶和威廉到醫院開會 提出新增醫美中心來增加醫院收入 小安馬上附和 智成表示會再跟相關單位討論 大慶離開前提到想安排又欣進來工作 成功向智成說明 又欣正是又欣的妹妹 這天智成面試又欣 發現兩姐妹的個性截然不同 正好淑娟來找智成 又欣展現出油槍滑掉的口條 花石吹捧了淑娟一番 接著離去 智成叫來又欣 向淑娟表示想讓又欣來照顧正群 又欣感謝智成的信任 承諾會好好工作 後來 又欣帶又欣認識環境的過程中 接到正群有狀況 將又欣交給學姐後就前去支援 又欣開始對VVIP病房的病人感到好奇 又欣和又欣要交接班 又欣跟又欣借東西 又欣不宜有她 把櫃子鑰匙給又欣就下班了 又欣打開又欣櫃子 翻找到VVIP的房卡 進去正群病房 看見昏迷的正群 好奇此人身份 突然正群手一動 又欣嚇一大跳衝出病房 門卡也掉在地上 就在門準備關起來時 嘉烈伸手開門 發現正群竟然沒有死 想離開告訴曉飛 突然停下腳步 覺得如果說出秘密 自己和曉飛的幸福就回了 不一會兒 淑娟進來拿東西 發現地上有張房卡 想到剛剛嘉烈離開 心想她應該已經發現秘密了 不久後 淑娟來看曉飛 玉莲神情緊張 淑娟觀察這三人 猜測嘉烈還未告知正群活著的事 看見冠婷 覺得很像正群想報 玉莲趕緊叫嘉烈 帶曉飛和冠婷進房休息 還怪淑娟不請自來 晚上 惠君一個人難過在家喝著酒 隔壁一早 絲絲看見惠君最早在沙發上急忙追問 惠君不得不說出前輩片的事實 絲絲細問事情的原委 表示會替惠君討回錢 另一邊 小安和法官夫人見面 談到又收了文針五百萬 準備一人一半 這時絲絲帶惠君前來要錢 小安和法官夫人現實裝傻 卻被絲絲逃出話來並入營 法官夫人迫於壓力 只好答應還錢 絲絲和惠君兩人離去 法官夫人怪罪小安 要小安賠償這三百萬元 正雄最近常覺得奇怪 好像有人在偷看他 懷疑是佳搖 正雄表面上關心佳搖附件狀況 心底質疑佳搖白咖逃避服刑 文針替佳搖辯解 佳搖借機裝可憐 於是正雄故意設計重物砸到佳搖的腳 佳搖雖然沒反應 但正雄仍然懷疑 小飛推著關停散步 雨點中途去買東西 楚姦正好出現 和小飛聊天 試圖喚起小飛的記憶 小飛回憶起零碎的片段 想起婚禮上的爆破聲 覺得自己好像參加過這場婚禮 正當淑娟要說出正群的名字時 雨點趕緊打斷 急忙帶走小飛 淑娟開始懷疑冠婷的真實身份 不久後 雨點將燒找的事告訴佳烈 佳烈下定決心要處理此事 佳烈來找佳搖 拿出小飛的筆電和手機 希望佳搖幫忙設定 讓小飛無法搜尋到正群和紅藤的相關資料 也請佳搖偽造一份冠婷市早產兒的文件 隨後佳烈拿著資料去找淑娟 告知她冠婷是自己親身的 要淑娟別再懷疑 否則就要向法院申請禁制令 威廉帶佑珍到酒風餐廳見客戶 客戶貪圖佑珍美色 要威廉試機在佑珍酒裡下藥 威廉不肯 客戶找機會自行下藥 佑珍昏醉想離開時 看見威廉衣服調出藥物 誤以為威廉下藥 此時佑昕和成功打電話給佑珍 佑珍趕緊呼救 兩人趕往酒風餐廳 客戶正強拉佑珍要上車 成功和佑珍即時趕到 趕走客戶並痛作威廉 救下佑珍回家 雲嫂得知後不敢相信 另一邊 客戶獨自喝酒 小金出現拿出剛剛透露下的影片 逼客戶簽下不平等合約 然後拿著合約去見大慶 原來一切都是大慶策劃的 雲嫂怒鬆到潘家指紋威廉 威廉原本還有些愧疚 但被眾人痛毆折罵後拉不下臉 更少當想起反怪佑珍倒貼 雲嫂痛心 大慶急忙幫威廉還家 雲嫂只好安下情緒 苦勸威廉 拍樓不丟了 司司與文貞要用直播拍賣爭奪公事職位 司司和惠君來拜託佳喻 佳喻表示 文貞要賣調整型內衣 惠君稱讚 文貞選得不錯 司司煩惱該賣什麼東西來比賽 惠君剛好說要去拜拜 司司靈機一動 文貞親自上陣賣調整型內衣 活辣的身材讓業績滴滴滴滴 剛好秋紅來送雞湯 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急忙拿毯子包住文貞 佳要趕緊關掉直播 文貞召集業績 佳要表示有205萬 是很不錯的成績 文貞這才放心 另一頭 佳喻在廟前賣普度的貢品 銷量也不錯 最終賣了220萬勝過文貞 時時佳喻和惠君開心 文貞氣雜 佑真約成功示範 佑心假裝有班不一起 成功只好獨自前往 此時佑真鼓起勇氣向成功告白 成功委婉地表示 兩人不適合 但憂真不放棄 大慶拿自己用500萬買的器材資料 找小安洽談 表示市價3000萬 想賣小安2500萬 暗示若小安可讓醫院用3500萬買下 插合就算小安個人的 她不會說出底價 小安心動 找負責財務的成功來商談 成功表示要再評估 成功與佑心討論 發現最近常聽到二手醫美器材的買賣 懷疑是否是同一批 成功馬上向小安提出自己的疑問 小安覺得成功像防賊一樣防著她 成功暗示小安別辜負自成對她的希望 羅總和淑娟帶著蛋糕來看望正群 羅總感謝淑娟將正群當自己小孩 淑娟也感謝羅總將正宜當親生女兒疼愛 正宜在家看著正群照片 感念兩人同天生日 以往都是一起過生日 現在只剩下自己了 羅總和淑娟帶著蛋糕回來幫正宜慶生 正宜表達對哥哥的思念之情 羅總和淑娟還是沒有告知真相 以上就是本週的一座多情 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 下週也別忘了持續鎖定一座多情喔 喜歡的朋友們也記得分享出去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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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